因为卡路山不傻呀 看B站UP车臣游记 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二十年前 还是一片焦土的地方 格罗兹尼各种高楼大厦 经济发展比隔壁的印古石和达吉斯坦 这些地方好多了 为啥 因为俄国政府养着它 每年车臣财政支出的80%来自莫斯科 每年几百亿卢布的补贴 早年还有每年额外几百亿的重建资金 车臣人口不过一百多万 每年拿这么多钱不富裕才怪 别看小卡德罗夫把自己打扮得 跟普京的脑残粉一样 整天放嘴炮 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车臣能过得这么滋润 不是因为普京要用他们打仗 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再次制造麻烦 要想继续滋润下去 就必须一直保持这个制造麻烦的能力 首先手里的兵不能折损太多 车臣就这点人口 过多的伤亡不仅实力会受损 内部也会产生不满 其次如果日后谋反 西方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即使小卡德罗夫现在没有反心 这个后手也必须要留 万一在战场上过分耐力 被欧美国家记恨 就是给自己添堵了 所以嘴炮能放就放 硬仗能躲就躲 指望他们去当炮灰打巷战 是想多了 要是当初乌军真的不堪一击 他们肯定第一个冲进基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